繼續來關心是因為九二一大地震 影響居住在臺中市 霧峰區 花東新村 跟太平區自強新村的族人 長年以來期待家園來重建 由於非常重視都市原住民居住權 所以園民會就爭取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推動都市原住民族部落營造 為族人打造具有文化跟安全永續的家 而今天園民會主委 已將把路兒是特別前往訪市 我們在申請一些經費的話 它沒有一個社團 沒有一個建築物 沒有一個說由我們政府來承攬 該建構出來的建築物 沒有辦法申請一些合理的福利 如果說已經完成一個新部落的話 這個問題都會解決 從社會福利 孩子的教養 從醫養部分都有一個專款專線 這是一個最大的 我認為那才是一個最大的福利 我們去年特別用前瞻 這個特別預算來編列 我們都市地區違建的整個聚落 變成一個合法居住的這個環境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們這兩三年來 一個很重要努力的成果 好 圓民會爭取前瞻經費 在花東新村跟太平區自長新村 投入公共設施工程費 大約是四千六百四十二萬元 兩個聚落工程 在今年五月底開工 預計一百一十年六月前完工入住 族人也期盼可以儘快入住